这是1966年由外国摄影师拍摄的到中国旅游的录像 摄影师跟随海外货船到达中国 并趁着货物卸货期间 短暂下船并使用彩色摄影机 记录了当时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为了更好地呈现那个年代 我们对这份录像进行了4K超清修复后公开播放 镜头中摄影师来到了上海的一条大街 可见宽阔的路上车辆寥寥无几 民众出行更多的是步行或是自行车 交通信号灯也不足 即一名交警在路中央指挥交通 当然由于车辆稀少 大多数人会直接横穿马路 60年代我国尚未改革开放 故平时大街上能看到的外国人是少之又少 难得看到白人摄影师 人们无不好奇地争先恐后的围观 引用摄影师当时的旁败就是 因为街上外国人很少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会引起轰动 这是上海的老字号永安百货楼 始建于1918年 在解放前 它一直是上海顶级的高档百货商店 如今该大楼已入选我国 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名录 而在大街上除了能看到络绎不绝的人外 并入眼帘的更多是红底白字宣传横幅 比如画面中援助越南对抗美国的宣传 1961年美国以扩张资本主义为由 扶持越南南方的傀儡政权 发动了美越战争 为保障我国边境安全 并支持当时的兄弟国越南 我国勒紧裤腰带 在自身困难的情况下 毅然决然地给予越南援助 近200万支枪械 3万门火炮 11机的子弹 近500万吨的粮食等 源源不断地运向越南 其中高达93.3% 都是无偿捐赠 除了物质的援助外 我国累计有32万人 赶赴越南战场 为越南提供了包括训练 防空 扫雷 后勤 构筑国防工程在内的全方位保障 其中更有1146名解放军战士 为此献出生命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没有了我国的支援 越南势必会输掉这场战争 然而几年后 越南却使用着中国的援助 环绕中国一口 因此用白眼狼来形容越南 也成为了一些人的共识 镜头中 摄影师离开上海市区 来到了附近的人民公社 这个公社有5000户人家 不可谓不大 毕竟一大二公正是公社的特点 每个人在公社里都分有工作 每个人接在自己的岗位上 发光发热 当然因为物质的匮乏 公社成员的衣物打有补丁 也很是常见 即便是公社里的民兵亦是如此 那时五国民兵占总人数的35% 可谓是全民皆兵 活妥的战斗民族 纵然物质条件不足 却依旧影响不了大家的一颗爱国心 每个人都在为祖国的美好未来发光发热 60年代 人们想法较为简单 生活纯朴 可以说 大家都是一样的穷 没有攀比 真要说攀比 那就是比谁穷了 越穷越光荣 也是那个年代的写实